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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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很壯 比較壯說一點 跟照片很像 有有有 相似度接近80%以上就是OK了 好不好 照片上看起來真的是比較 比較成熟一點 比較會起角度 今年22歲 有沒有男朋友啊 沒有 想在網上交到一個男朋友嗎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們都相信喔 那難道上網的人都沒有要結婚嗎 一定會有 就像人家說歡慘無真愛 只是你還沒有找到那個真愛而已 所以你的真愛還在找 你還在找 我還在找 相信 我有朋友有這個例子 而且很多對 然後結婚了嗎 結婚了 然後呢 結婚了 結婚很愛 結婚是才開始的這條路好不好 你以為結婚一輩子就搞定 對啊 我沒有想 我跟你講 對啊 鴻哥講這個就覺得很有公信力 結婚是才開始而已 對 問題還沒出現 真的 好 好 你們現在怎麼樣 你們現在提倡大家離婚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你們好好的去享受 不是那麼容易的 人生必休的一堂課 或是這條路 真的 所以說 婚姻大人對你們來講是痛苦 好的 好的 非常大的挑戰 AVOL當初為什麼喜歡這個網路交友 當初的話就是因為平常在家裡 然後就覺得 閒來之語 想說 閒來之語 我好用成語 AVOL是 中文 對 我是 閒來之語 OK 閒來之語 一樣的 然後呢 怎麼樣 後來 閒來之語我就想說 反正在家裡也沒有事做 然後就看到一些網頁 什麼Yahoo交友之類的 然後就想說那我就來玩玩看 到什麼境界 對方要留什麼話 你才會決定出來跟他碰面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然後 他就覺得我們很投緣 就可以碰面 沒有就是 你跟他 投能不行啦 要投緣 要投緣 跟他就是互動 就要覺得還滿自然 你跟人家不好笑死 他旁邊 投很圓 我就是覺得投很圓 那我一定會跟他見面的 比較大比較圓 就是彼此這個 彼此聊天覺得很快樂 覺得還不錯就可以碰面 然後信任他 請問六位 今天第一次見到他 還願意繼續跟他交朋友的請舉手 我願意 你們不用捧場 久望你剛剛說不喜歡 你現在又舉手 我跟你講救他 救他 不喜歡 還是可以做朋友 這六個男生 你對哪個印象最好 對哪個印象 對哪個印象 你都聊過天吧 幾乎都有交流過 是 哪一個 哪一個 木神經透露說 是要約你出來的 沒有 都沒有 因為我們在上面的話 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大家庭 有沒有這麼好 大家庭 真的 他住在一個地球層的大家庭 他們這個王 會鎖定 出來吧 他就 所以這六個 你覺得哪個印象你最好 你現在看到人 或是最深刻的印象 對 最好笑應該是悠遊吧 悠遊 悠遊 悠遊最好笑的 應該回話回得請 他 他幾乎 感覺就 那是真的囉 可是我們聽說 你比較喜歡Joseph 對啊 對 為什麼不講 他就不來 剛剛為什麼不講 不好意思 蛤 你說互動那些 我就想說跟大家互動 你哪一理由 Joseph Joseph 對他的印象是 你可以嗎 很OK 很OK啊 哈囉 你覺得他 他還喜歡運動 你怎麼知道 有看過他 聊天啊 對 聊天啊 他還喜歡打籃球 他可以互弄你啊 你喜歡打籃球啊 有 上個禮拜三 不能這樣講 女生嗎 對啦 你會不會灌籃 我灌不到 你會不會傳球 我會上籃 上籃 女愛上籃不錯 小心喔 不要摳掉下巴 OK 我們再看第二位 來 這個久望的 久望的感覺 這好像沒有化妝拍的 素顏 素顏 他長得很像那種 英文老師的感覺 滿自信喔 這種頭髮我喜歡 對 長髮美女 OK 這個背景有點特殊 這是在哪個攝影棚 詭異 身材很好 身材好 大寶石 你看 是 那顆是海洋之星 你沒以為我要講什麼 寶石多大一顆 而且 笑容可橘 還有酒窩 你看對不對 身形有點S 而且這個女生看起來 才有 高挑的那種 對 高挑的 沒有175就揍你 而且我喜歡她 就是感覺是沒有 不太化妝 不要太刻意的 來 我們歡迎 Peggy 本人跟照片 有一段距離 去卸妝了 去卸妝了吧 對 可以這樣上面多久以前 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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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也是KTV 沒關係 可以有這樣就有 兩個月前 兩個月以前 頭髮那時候比較長 對 我剪短了 你那時候是不是比較瘦 所以人家怎麼回答 其實差不多了 沒有啊 我是覺得 有上髮捲 可能那個 冬天來了 我覺得是今天造型的問題 這造型誰幫你做的 頭髮 因為它本來大捲 拉直了以後 拉直了以後 沒有關係 你這樣我旁邊都很瘦 好不好 比較怕 我來扛好不好 都講了 我來扛 對 我知道 Peggy當初怎麼 會喜歡這個網路交友咧 我本身之前沒有網路交友的經驗 然後這是朋友推薦 就是說這個活動很新鮮 這還可以推薦 這還可以推薦 你是在做哪一個行業 我是媒體的業務 媒體 我是做網路的 網路的 網路媒體業務 媒體 我也媒體 你也會以為SPA 你這樣 對 不是 網路媒體業務 而且他講話還滿沉穩的 怎麼會這樣 來 我們先問一下六位 這個 是誰的菜 九望 九望啊 你怎麼知道 已經內定好了 內定 第一次 第一次投票已經互投了 這樣子喔 那跟他聊的最投緣的就是九望 那你覺得這六位你喜歡 欣賞哪一個位 比較投緣一點 投緣應該是九望 九望 他最吸引你是哪一點 成熟吧 成熟 對 看起來很聰明 看起來很有智慧的感覺 對 智慧美貌兼具 智慧美貌兼具 欸 九色不笑什麼呢 對啊 沒有 九色不笑 等一下 我也認為 對啊 媽媽講得很好 九望想撲上去嗎 不好意思吧 我說撲啦 你以為是吧 沒事 你看到 第一次看到九望 嗯 覺得怎麼樣 還不錯啊 還不錯 如果要進一步的交往 願意嗎 還滿願意的啊 真的喔 我跟妳講 我們一個月之後 我們還要再來上一次節目 對喔 那時候要配對喔 那就祝他們長長久久 越來越旺啊 對啊 那時候來真的 我怎麼都要講一些拜拜的話 越來越旺 我們真的有壓力 對啊 長長久久越來越旺 帥白的話 我也希望下巴受傷OK 但是講講話好不好 想啊 可是問題是我一直看不到他 謝謝 謝謝了 笑太壯了 我抱歉 身材好 不好意思 你在網上遇到白雲這種 藝人的話 你會願意跟他聊天嗎 願意啊 因為他很幽默風趣 這張照片就是我跟你講 很典型的 你看看 哇 這個從上面拍下來的 有沒有 有一點懵 然後又是 網路最典型的照片就是這樣 從上往下 然後有沒有 對 角度 對 對啊 嗯 但他有黏假睫毛 但是這個 以 要是這個人來講的話 他 他太瘦了耶 因為眼睛太大了 因為那個角度的很少啊 角度的關係吧 假出來嚇死你我跟你講 還真的啊 出來反過來嘴巴這麼大 眼睛這麼小 然後戴眼皮 對 OK 喜歡 這位女生的請舉手 喜歡Yvonne的舉手 喜歡Yvonne的舉手 三位 三位 終於出現三位了喔 好的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本尊好不好 Yvonne 歡迎 應該是同學的嗎 對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